阿里比亞 感謝神的帶領 阿里比亞 感謝神的帶領 那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調轉我們的腳步 一同來安息日敬拜神 阿里比亞 感謝神的帶領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不要放在心上 那我們上一次有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要把什麼放在心裡 我們要把神的話放在心上 我們要把死亡這件事放在心上 我們更要把神的教會放在心上 這些都是聖經教訓我們 很重要的東西我們要放在心裡 但可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們根據聖經的教導 我們不應該把它放在心裡 我們來看真言四章二十三節 真言四章二十三節 真言四章二十三節 这里告诉我们 要尽力保守我们的心 这段经节我们常常会引用到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我们的心发出来的 你的心里想什么 你的心围就会这样做出来 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 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 保守我们的心 就是让我们的心 不受周遭的环境的影响 所以我们待会来分享说 我们在什么时候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把它救出来 就像我们每个人常常会用到的手机或者电脑 如果你里面放了太多不需要用的资料 我们都知道这样使用起来就非常的不顺利 不然就要一个三个一轮 就可能还不做到的环境 来厚十八个圈子 要用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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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把扎刀 甚至你想要下载新的东西 又下载不下来 要用中特朗感觉梯 拿奥状了 所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 当我们放了太多 不必要的垃圾 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从圣经也教导我们 我们不要放什么东西 在我们的心里 第一个 不要把财宝放在心上 我们看诗篇六十二篇十节 诗篇六十二篇第十节 诗篇六十二篇第十节 我们一起念 十节 这里告诉我们 如果财宝加征的话 不要放在心上 但是相反的来说 如果你失去了财宝 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圣经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不要放在钱财上 我们不要整天心里想的就是钱 但是其实这对我们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 因为你一天早上起来你就去上班 这就是为了钱 那你工作的表现好不好 就影响你的薪资又有多少 也许你的工作非常顺利一直往上 也许你有时候一时会失去了这个工作 这个都跟钱有关 如果你薪水赚到了钱 那你可能又会拿去投资 比如说你投资在股票的市场 这个市场往上走的时候你很开心 那他往下走的时候你又非常的难过 那你也会想着说我如何花我的钱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把心放在钱财上面 不管钱财的增加或者减少 我们都不要放在心里 为什么 我们看真言二十三章 真言二十三章四到五节 真言二十三章 真言二十三章四到五节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把眼睛放在钱财上 就算你很努力地赚到钱 你很聪明赚到钱 可是不要定金在这个钱财上 为什么 因为这些是虚无的钱财 他会像长翅膀一样就飞走了 钱财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抓住他 如果我们有钱生活过得去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的心思一直在思考说 怎么去增加这个财富 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 我们是追不上这个钱的 就像我们没有办法用双手很容易地去抓到一只鸟 当你靠近的时候鸟就飞走了 他比你的手脚都快 圣经这里形容他像一只老鹰一样 我们知道老鹰的速度比一般的鸟都更快 所以钱财只是我们在世界上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 当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 这个钱财也一并跟着毁灭 可是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天 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 这个钱财忽然地来也忽然地走了 就像这几年可能很流行在网路上的一个货币 那在短时间呢 他就涨了很多 涨了非常的多 那很多人也参加这个投资 如果你说你不懂这个 好像人家都觉得说你跟不上 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市场整个改变了 很多人投入了他的所有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都全部失去了 就算我们刚刚讲的在传统的股票也是一样 虽然他是一个合法的投资的方法 但是他也是起起伏伏 这就是告诉我们钱财像空气一样 他一下子就走了 如果你的心都放在那里 你永远得不到平静的一天 有一天世界毁灭主耶稣要来的时候 世界上的东西都失去了他的意义 我们来参考 启示录十八章 有没有观察 哪里全部答不得 启示录十八章 十到十二节 启示录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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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讲巴比伦就代表这个罪恶的事件 那当这个刑罚来到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 11节这里就说 所有客商都在哭泣悲哀 因为这些做生意的人 因为没有人在买他们的东西 那哪些东西呢就是刚刚十二节所说的 那些金银宝石啊这些很奢侈的东西 因为时候到了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的灾害 没有人在在乎这些东西的 就像我们知道的地震啊 饥荒啊 瘟疫啊 那我们大家最有感的就是这几年前的瘟疫这个期间 我们很多人在很多时候关在家里 这时候你心里担心的是什么 你可能不会再去担心说 我买不到那个昂贵的包包啦 你不会担心说我买不到那个奢侈的东西啦 这时候没有人在乎这些东西 这时候你想到了可能我能不能买到口罩 那我能不能买到基本的食物像一包米就是好了 在这个时代的时候那些奢侈品是没有用的 但是当这些疫情过去了 我们大家又慢慢的忘记了 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买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不要把心放在这个东西上面 也不要为了花很多钱就是为了买这个东西 而且是想要用这个东西来表现我自己有多好多厉害 其实真正的价值并不是在你有这些东西 我们真正的价值是在于说你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真正的价值是如何在我们天上有这个身份 并不是我们外在穿的衣服啦鞋子啦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定精把这个注意力在神的身上 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来看他 我们来看大会是怎么告诉我们 我们看诗篇62篇 四篇62篇5到8节 四篇62篇5到8节 我们一起 我们要看到那些东西 我们要讨论了 我们要讨论了 我们类伦是对我来说 我讨论了 我们发现这些东西 我们跟神的道德 都要讨论了 我们对这些东西 有什么东西 因为节目 这是对他来说 我们不来说 我们就好好地 我们要讨论了 我们个人 我们要讨论了 刚刚我们看了62章的第十节 告诉我们不要把钱财宝放在心上 这里五到八节大卫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把神放在心里 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因为钱财说来说来说走就走 因为大卫他自己的经历 当他还是一个牧羊的孩童的时候 他手中并没有多少东西 但是当他被提升成为国王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国王手中握了有多少的权力跟财富 可是后来他的儿子反叛他追杀他 他在逃亡的时候也失去了一切所有的 可是神又让他回到他的王位 他所有的又回来了 所以大卫深深的知道这个道理 而且在他离世之后这些钱财也不会随他而去 所以在五到八节他深切的这样想 他应该把盼望把依靠在神身上 所以这也勉励我们 我们在世上的财富增加了 我们不要太高兴 我们在世上的财富失去了 我们也不要太担心 只要你相信神会提供你一切生活所需要的 这样就够了 而且我们要感谢神 再来第二点我们不要把人说的话放在心上 我们参考传道书七章 传道书七章21节到22节 我们一起念 瑞瑞郎 合团书七章21节到22节 傳道書裡面記載了很多智慧的話 這裡說 人所說的不要放在心上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把別人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放在心裡 你的心裡就沒有平安 因為你很在乎別人說的每一句話 你會一直花時間去了解說別人到底說的我什麼 其實如果有人在背後說你的話 你也不用覺得太驚奇 這裡聖經也告訴我們 其實你也在背後說人家的話 可能你在家裡會跟你的另一半討論 那個人如何如何 甚至你會在家裡討論說 那教會裡面誰又如何如何 所以同樣的我們自己也會這樣說別人 所以當我們發現別人在說我們的時候 你可能是最後一個才知道的 但是我們不要把這個放在心上 如果你一直把這個放在心上 反而會讓自己受到傷害 那什麼樣的話不要放在心上呢 別人刻意攻擊你的話 或者別人對你錯誤的一個論斷的話 或者別人對你錯誤的一個論斷的話 對你錯誤的評斷的話 或者別人對你錯誤的一個論斷的話 我們都不要放在心上 我們來看主耶穌的例子 主耶穌是一個完美的人子來到這個世界 但是他還是被人家所論斷 我們來參考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十一章 十六節到十九節 我們一起念 馬太福音十一章 十六節到十九節 我們一起念 當時不易練作詞 出庭出庭呆公 我們來看ודע一些 嗯 足跡現在 為止 群人刺さん 發生當地 雙方 媽媽 出庭呆公 Yom Ban tuon tuon nuk nuoying aoy-ayn Tai ay ma maan Yom Te don bai da pids Yohan Ban Muang ni sī Minn Phak Sok Tai ke thā Koad min ar e at jo don būn I ko me nu ban muang tiang sī Tiang Phak Phong Kon tai ke thā mưa Ni c junior Rumok sì Pok Ch câmera Kio Chi Mit Samlai Rumok Pu Yon Porn 就算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也很多人攻击主耶稣 就像这些人 曾经在之前攻击施洗约翰一样 施洗约翰也是一个 从神来的一个圣人 他过着一个很简单很辛苦的生活 人就攻击他说他像一个发疯的人 被鬼附着的人 那主耶稣来的时候 因为他想要跟人靠近传福音给他们 他跟税吏罪人法利赛人在一起 当有人邀请主耶稣到家里的时候 主耶稣都答应的去 主耶稣的重点不在说桌上有什么食物 主耶稣想要花时间跟他们相处 跟他们传福音 但是这样就被人攻击了 但是这样就被人攻击了 说主耶稣跟罪人是朋友 说主耶稣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 其实这样的话好像一只刀吃到了人的心 如果我们是主耶稣 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听了难道不会很伤心吗 那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说我 但是主耶稣把这些话当作空气一样 所以十九节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之子 你会就会从你的行为 显出你正确的事来 所以就算有人背后在说你 为什么他会从背后来说你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智慧 他们更看不到属灵的意义是什么 在属灵的层面上 他完全不跟你在同一个世界 因为他们看不见 他们就攻击你了 所以主耶稣完全不在意 他们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吧 但是主耶稣继续做正确的事情 做有智慧的事情 因为你的行为最后会显示出这个人有没有智慧 你做正确的是被人攻击的时候 或者你做圣工被人说坏话 或者你来教会服事的时候 被你的亲戚朋友说的不好的话 这有时候是我们常会遇到的事情 比如说你的同事朋友找你 你说我要去教会 哪时候又找你 你又说我又在教会 那有时候旁人就会说出一些比较开玩笑 又是不好的话 他们可能会讥笑你说 你去教会就有钱赚了 就会保了吗 那我们不要把这些话放在心上 主耶稣也同样面临这种情形 而且就像主耶稣在赶鬼的时候 人说了什么话 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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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看马太福音12章24节 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24节 我们看这个攻击主耶稣的话 是多么严重 主耶稣赶鬼把人从这个罪恶跟痛苦解救出来 法利赛人是代表当时一个信仰的一个领导者 他们没有来帮忙 他们也没有归隆药给神 他们嘴巴反而说什么 他们说主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来赶鬼 如果你今天做神的功 结果有人说你是靠着魔鬼的力量完成 或者批评你心里是存着不好的心意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听了会非常的灰心 但是主耶稣完全不在意这些话 因为他们所说的去得罪了神 我们继续看十二章的三十一节三十二节 31节三十二节 我们必须做这些事情 所以主耶稣说 这些人想要亵渎神 得罪神 就让他们去说吧 可是主耶稣他在意的是什么 这里告诉我们看一个果子的好坏 就知道这一棵树好的还是坏的 所以人攻击你就让他攻击吧 神会审判 他们是一棵坏的树 神会审判他们 但是我们要确认自己是一棵好的树 如果我们是一棵好的树 神会与我们同在 我们会结出好的果子 这个好的果子是智慧的果子 这也就是我们有好的行为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听起来很容易 就是不要在乎别人说的话 但是我们有时候听了别人说的话会很伤心 但是我们从刚刚经节我们来勉励自己 我们要以智慧为事 有时候我们也会犯错 可是只有神才是最后的一个审判官 我们参考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四章三道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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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到四姐我们请念 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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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這裏說 他有時候也被人家論斷 不管他是被哥林多教會論斷 或者別人 那保羅他怎麼說呢 他認為這都是很小的事情 不要把別人的論斷看成是很大的事情 有時候別人在說你 他並沒有惡意 他可能只是希望你能夠進步 能夠改變 或者有時候你不小心 因為你做的事情 讓他不開心 所以他就會說你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就像保羅說的 他說這都不是大事 都是很小的事情 他說他自己都不論斷自己 因為他知道自己有時候也不完美會做錯 但是第四節講到有一件事情他很清楚 判斷我的乃是主 你說我對或者我錯 這都沒有關係 這都沒有關係 如果我真的錯了 我就要改 但是如果我沒有錯 你說我錯 也沒有關係 因為主耶穌知道 我們每個人的這一張單子 最後批的人就是主耶穌 我們每個人的這一張單子 最後批的人就是主耶穌 不管你最後能不能進天國 或者你進天國會得到什麼賞識 都不是我們現場或是其他的人可以決定的 主耶穌不會說我們來投票說誰可以進天國 最後決定能不能讓我們進天國的只有主耶穌一個 所以我們如果了解這一點 那對於別人怎麼說我們 我們就會覺得說這已經不重要 再來一點 讚美你的話不要放在心上 並不是只有別人論斷你的話不要放在心上 當別人讚美你太多的時候 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我們看真言二十七章二十一節 真言二十七章二十一節 真言二十七章二十一節 我們一起念 我們一起唸 我們一起唸 這裡特別提到人的稱讚 試驗一個人 這裡特別提到人的稱讚 試驗一個人 我們知道這些乳要煉銀 煉金 因為煉出更好的金銀 要有溫度很高的乳 所以有一句話說 所以有一句話說 真金不怕火來煉 在屬靈上我們要被試煉 在屬靈上我們要被試煉 不只別人論斷我們的話 還有人稱讚我們的話 還有人稱讚我們的話 有些人也許可以在別人論斷的時候站穩立場 有些人也許可以在別人論斷的時候站穩立場 就跌倒了 或者他覺得別人稱讚他太少 他就跌倒了 所以稱讚是一個很試煉一個人 如果你的心裡很在乎別人有沒有稱讚你 那這個事情有時候會對你造成傷害 我們來參考撒木耳記上 撒木耳記上十八章 六到七節 撒木耳記上十八章 六到七節 撒木耳記上十八章 六到七節 五到七節 七節 八章 六節 六節 四節 六節 三節 三節 我们看这两段经节 这个赞美的话 同时在考验两个人 大卫跟扫罗 大卫那时候刚杀死的 这个菲律师这个巨人 所以整个以色列 他们胜利的回到城里面 所以大家非常的高兴 这些妇女都跳舞唱歌 可是这时候反而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时候 很可能被这些赞美的声音 所淹没过去 那这些妇女唱歌跳舞说了什么 如果他们都是大声的来歌颂神 那就没有关系 可是他们的重点不在歌颂神 他们是在赞美大卫跟扫罗 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自己 如果在生活当中 我们是赞美神 那就没有问题 就像在教会有发生什么好的事情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把荣耀归于某个人 那问题就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在比较人跟人 或是这个功能跟那个功能 那问题就变大了 所以如果这里妇女只是说 扫罗杀死千千 那没有问题 如果他们只说大卫杀死万万 那可能也没有问题 但是他把两个放在一起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这时候扫罗就把这个赞美的话 放到心里 他们赞美我比较少 他们以前都是赞美我的 那现在竟然被大卫拿走了 那这时候魔鬼就进入他的心 因为他的心里骄傲 让魔鬼有这个空隙可以钻进来 所以他的心里开始失去了平安 所以我们思考 如果我们常常把别人的赞美 放在心里 那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你的心是为了变成说 要得到别人的赞美 那你做事情都是这样想 那你做圣工好像是要得到自己的荣耀 不是归给神的荣耀 这时候你会很 因为人的赞美而让你跌倒 所以这里对大卫来讲 也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测试 因为比较上来 人对他的赞美太多太大了 而且跟他比较的就是当时的国王扫罗 所以我们要小心 当别人赞美你太多了 你可能要好心的跟他说 你不要说这么多了 如果在教会人家说 你是最好的 你可能是翻译最好的 你可能是诗情最好的 你是所有负责的里面最好的 别人都没有那么关心信徒 只有你最关心信徒 其实这时候我们要更小心 我们心里要感谢神之外 你也许要跟他说 你不应该说了这么多赞美 也许不小心 我们会留下地步让魔鬼钻进来 所以这样说有时候让教会里面带来了麻烦 或者有些信徒说 我最喜欢听你讲道 这都是我们要更小心的时候 不管你或他 我们都要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这些赞美的话不要放在心上 这也就是说主耶稣会说一句话 我们来看陆家福音 陆家福音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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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人家是好心或是存著不好的心 只要人家說你好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你好的時候 你就有禍了 這有兩種情形 有的人是假裝要來對你好 為了讓你不要防備他 當你失去防備的時候 他就找機會來攻擊你 其實我們在這個世界這個社會上 常常可以了解這個事情 那另外一種情形 他們是真的好心要來讚美 但是這個讚美太多了太過了 當你把這些讚美放到心裡 反而讓你漸漸的忘記說自己是誰 很多人就因為這樣跌倒 甚至在教會裡面有很多恩賜有能力的功能也是一樣 可能很多信徒直接表達說我很喜歡跟隨你 聽你講 最後反而因為這樣跌倒 所以我們不要讓其他人跌倒 我們也不要因為別人的話而跌倒 所以我們要小心別人讚美你的話 再來我們不要把憂慮放在心上 我們看彼得前書 彼得前書 彼得前書五章七節到八節 彼得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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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来了解 魔鬼是寻找任何机会要来吞吃我们 他吞吃我们他会用各种的陷阱 可能让我们犯罪 但是魔鬼同时也会用忧虑来吞吃我们 我们的忧虑可能会成为我们被魔鬼吞吃的一个陷阱 因为忧虑会吞掉我们所有的精力 如果你过分的忧虑 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你担心今天天气不好 你担心工作的事 我们刚刚讲的你担心钱放在哪里 有一点点的事你就担心 像现在担心的健康的问题 担心自己的家庭小孩的问题 越大了你可能担心你孙子的问题 但是我们往往最不担心的就是自己的信仰 我们好好的自己想一想 我们去比较一下 我们有没有真正担心自己的信仰 我们可以担心自己的事情 我们跟世界上这些担心的事情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可以担心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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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担心你的圣工作的不够多吗 你有担心说你该奉献的没有奉献吗 你有担心说你亏缺了神的荣耀吗 你有担心说你亏缺了神的荣耀吗 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比较一下 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比较一下 我们可能担心世界上的事多过了这些 所以这些我们过于担心世界上的事 会把吞吃掉我们对神的部分 2023年刚过去 很快的2024年又过了一个月 也许你可以思考一下 2023年你就担心了什么 那你所忧虑的这些世上的事 是不是叫你担心的都发生呢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都是你过于所担心的 如果神保守我们 我们一样有吃有喝可以睡 就像几年前在COVID的期间 这对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同心跪下来祷告 求神来带领 我们要做我们该做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做的防护我们尽力去做 但是其他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部分 我们就应该全心的交托给神 交托给神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们一定要做我们可以做到的部分 那感谢神保守我们 我们也可以度过这几年的疫情的过程 所以我们唯一要担心的是什么 是这一件事情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 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能够荣耀神 这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 那其他的忧虑都是没有用的 也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 我们不要把什么放在心上 不要把财宝放在心上 不要把别人说的话放在心上 也要小心不要把赞美的话放在心上 我们更不要把忧虑放在心上 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应该放在心上的事情 就会让魔鬼有吞吃我们的机会 我们今天早上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我们最后来唱是263首 如今 只利益输审 职业 范归 破额 庞�丝 庞磯 庞 宣伯 平 不可失败